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去世之后 乾隆继位 那么乾隆皇帝本身是一个大教子 那么他继位之后 他就下旨 在慈宁宫的西边 专门为自己的生母 是重庆皇帝后 修建了这么一组 供他母亲修养生息 是一养千年的这样一组建筑群 他的名字叫寿康宫 乾隆皇帝生母 重庆皇帝后 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四十二年 一直居住在寿康宫 等于是寿康宫 见证了乾隆皇帝的母亲 重庆皇帝后幸福的生活 我们看到的这个建筑 是丹岩 歇山等的这样一个建筑 这个建筑是乾隆皇帝的母亲 重庆皇帝后 逢年过节 万寿节 冬至的时候 在这里升座 接见群臣 是朝拜的这样一个场所 而他的东边 这叫东佩殿 东佩殿又叫玉座房 是乾隆皇帝 他来敬见母亲的时候 向母亲无安的时候 在这里等候母亲传令 暂时休息的这么一个小宫殿 我们一会可以移步到双横宫里边 看看里边的家具陈设现在 我们看这个宫殿建筑 这里边特别 我们看看东西两边 这都是实体门墙 实体门墙隔开的 这叫暖阁 东暖阁 西暖阁 它两边的暖阁 是重庆皇帝后 是一个佛堂 在里边也放谭香 陈香 和六安茶 苹果等一些 一些这样一个 里边这样陈设的器皿 是在礼佛的这样一个场所 那么一般的 在暖阁外面 都会有这种 雕漆的这种 叫披露帽的这种格局 这是故宫里边 古代建筑里边的 这样一个风格特别 我们再看它的天花 天花板上的中间 这个是枣井 枣井上面雕的 这种圆形的这种 这种圆形的这种珠 是什么呢 是叫轩辕镜 在过去古代 它是其他那种 辟邪去火灾的 这样一个 一个吉祥含义的 这种装饰功能 所以整个里边的 这种建筑格局 它的斗骨 它的天花 都是制作极其精湛 然后雕饰的是 也是文室 也是生动传神 也是宫殿建筑里的 这样一个最高的水准 上面有那个横扁 是慈寿宁喜 是乾隆皇帝 为自宁母亲 诸寿是写的慈寿宁喜 四个字的 这样一个雕龙的 这样一个横扁 我们看这个围瓶和宝座 围瓶它是子坛 香竹丝 客丝 海无天仇的围瓶 和前面是子坛 香竹丝 百宝嵌 这样一个宝座 它通常用子坛木 制作成 它的平帽 两边的战崖 还有它的底座 用子坛木制作 但它的边框中间的 这样一个 镶嵌的 这样一个斜腕子井的纹 包括它的战崖的边框 这一棱子的 这是竹丝 是在南方的 这样一个香竹丝的 这样一个工艺 是急功近桥 包括宝座也是 宝座它的边框 它的这样一个缩腰 我们看它四条腿足 上面的这样一个 中间的这样一个中心 是像是一棱一棱的 这样一个极其细的 这种竹丝 再看它的宝座的 扑手和坐面的中心 是像是白宝窃 用各种各样的玉石 用各种各样的玉石材料 镶嵌成的这种白宝献的 这种花卉的 这样一个场景 中间的海无天筹 我们看它是刻丝的 是我们过去古代 织绣祭法的一个最高等级 用乾隆皇帝 用这个海无天筹 就是那个是寓意这样 是希望曾经母亲 长寿吉祥 从这件屏风宝座 我们来看待 清代宝庭家 它这个最高的制作水平 它是融紫潭木雕 然后竹丝镶嵌 还有白宝茜的这种技法 融为一体 还有包括织绣 刻丝的织绣 我们看的这个屏风的织绣 紫潭雕刻 竹丝镶嵌 还有白宝茜 几种技法于一体 精雕细茜 绝天桥 孕衣魔神夺画阁的这种风格 从这件宝座屏风就能看出来 它是乾隆36年 是把这宝座屏风制作完以后 陈设在我们这样一个 守康宫的正殿里 因为清代如关之后 它是比较崇尚这样的紫潭 紫潭它为什么要用几百年来 一直用紫潭呢 第一个是黄霍的一样 它本身那种材质到清代以后 越来越少 已经不容易看到了 第二呢清代皇帝来自于白山非常满族同胞 它那个紫潭墓 它颜色比较深 也比较稚密 所以紫潭墓做家具一定要精雕细刻 特别用特别精雕细刻的这样一些 一些那种手法来 把紫潭墓的纹理和它那种特点的表现出来 所以很多宫廷的紫潭家具都是为什么 突出它的降巧宫心 比如说在紫潭上特别适合大美丽的镶嵌 而且它和紫潭墓家具这大特点 它可以和其他很多工艺手法结合起来 比如紫潭墓在雕刻上加上献法郎 献竹丝 还有我们的那种百宝献 它能和其他很多工艺作品有集合起来 更显出了一种幻彩生辉 精碧辉煌的感觉 每逢这种年节的时候 重庆皇代后 是坐在宝座平方上 接见那种群臣的这样一个朝贺 我们当然昔日的主人已经 已经渐行渐远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但是宝座平方 见证了当时重庆皇代后 老太后这样一个幸福的人生 咱们现在来到的是宋康宫的后殿 这就是乾隆皇帝的生物 重庆皇帝后 真正的居住的这样一个区域了 我们看它的后殿 我们刚才看到宋康宫的正殿 它是实体门墙 叫暖阁 我们这就不像暖阁了 这叫什么 它用这种可以分开的 打开的 分割的这种阁扇门 分割的这叫什么 叫的东刺间 东烧间 西刺间 西烧间 叫刺间烧间 它的等级制度要比我们有那暖阁的 等级制度要低 它就是一个更多的充满了生活情绪 生活这样意向的这样一个区域 那么这个场景呢 就是他母亲居住的这样一个区域了 这是可以开泄的这种格 上面叫西刺间 西烧间 这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亮点是什么 这个大柜 这大柜呢 是花梨大柜 高两米九 然后可能是宽是一米七六 这样一个大柜 花梨的这样一个雕龙的大柜啊 在故宫里边就是独一无二 除了故宫以外 手上就再也没有这样 这样雕龙这么高大 威厄的这样一个 就传世的这样一个花梨大柜 所以花梨大柜啊 可以说是在我们故宫 可以说是我们独一无二 只有我们故宫才有 它说完宫里边 在外面就没有了 当然现在有厂家仿制 您这个当别论了 传世的就是这一对 在我们就是故宫里的 那么大柜里面放的是重庆皇帝后啊 生前喜欢的很多这种珠宝啊 还有包括你包括带的头的那种垫子 垫花身上带的首饰都放在 放在这个大柜里 是重庆皇帝后最喜欢的一些 一些那种一些一些物品放在这个大柜里边 那么大柜是从乾隆元件开始放在这边 一直就没有动过 然后我们看这个里边的这样一个建筑 在往里我们是看不见了 乾隆皇帝的母亲 重庆皇帝后觉得这个靠 靠北边的这样 是炕床上休息的这样一个场景 然后宫里边建筑很有特点 它一般都是靠南边 是有意的就是长炕 为什么呀 满多是来自东北的少生族 它们做这种小炕 炕上放着炕桌 然后北边呢 是不是我们在很多宫殿都能看到 北边是 它那个是皇后后妃皇帝居 是休息的叫炕床 是那个炕和床联为一体的休息地方 这是那个盘腿打坐 或者在这看看说小气的这样一个地方 场所 而实际上呢 清代皇帝啊 乾隆 特别是乾隆时期 他每年在我们看这个皇宫里边啊 那个居住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 他一般的很多时候是冬天啊 从秋入秋以后啊 他是住在住在我们这个皇宫里边 为什么呀 很多时候到特别是乾隆时期啊 他每年都要待着母亲啊 春天啊 他是南下江南 他是夏江南 是夏天呢 是在居住在圆明园 秋天呢 是木兰秋选去打猎 就这个季节一般都在那个壁炉山上那儿去打猎去了 然后可能入秋以后啊 到深秋以后 是住在宫殿里边 我们刚才说了 前面叫 叫到玉座房啊 就是强床皇帝是等候的 等候他母亲那个船 传令让他过来 等到了这个寿康公后点 母亲居住住宫殿呀 他开始什么呀 这是乾隆皇帝啊 他的母亲是坐在这里 重庆皇帝后 那么乾隆皇帝呢 也不能跟母亲平凭凭坐 而坐在旁边 我们看到这个靠南侧摆的这个小宝座上 去见他母亲 我们从这里看出等级制度啊 身为皇家等级制度也是非常是 是鲜明严格的 而且作为乾隆皇帝 他是对母亲是非常非常孝顺的 写的这个蓝殿延喜嘛 然后后边呢 是伏极玄途天永赐 祥开起甲日重光 这样一个一个对联 也是给他母亲啊 祝寿 让他母亲那个是 希望他母亲那个是 与天地同寿 也希望他母亲那个是 长寿的这样一个 美好的这样一个愿望 所以说在封建帝王啊 作为皇帝的那个乾隆啊 他是以孝之天下 他见母亲呢 也要等候母亲传见 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啊 看到了乾隆皇帝的一片孝心 那么在说说重庆皇帝后呢 她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嫁给了当时的那个是雍正皇帝 然后是在雍和宫 生的这个充颖的小皇子啊 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啊 是深得他的祖父康熙和他父亲 雍正皇帝的喜爱 那么最后呢红帝呢25岁啊 入籍大同 成为我们后来人所说的这种清高宗 乾隆皇帝 那么从此啊 开始了他幸福的人生之旅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组宫建建筑群呢 就能看出啊 作为一个重庆皇帝后啊 是在国运昌盛的这种历史条件下 乾隆皇帝啊和他母亲啊 一段这种母慈子孝的这样一段生活 今天啊我带大家啊简单的游览了一下寿康公 我们从寿康公的历史建制 从他的这样一个寿康公的那种宫殿的这样一个风格 他里面的家具陈设 再谈到乾隆皇帝生母啊 重庆皇帝后幸福美满的一生 但最主要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寿康公里的家具 通过寿康公里面的原状陈设 我们也管馈到了清代宫廷家具的使用的这样一个功能 他的家具的制作 他的家具的风格特点 也能让大家啊 对于清代乾隆中期这种清代宫廷家具的这种制作风格 他的家具的这样一个陈设功能啊 有一个浅显的这样一个了解 也让我们啊 能从中感受到中国传统家具的这样一个博大精深 和我们中国古代家具制作记忆的这种精湛完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二童垫 感谢观看